玩具TV第27季第9集 我特意找文哥遮一遮 大家都聽到我們的開場白 都知道這次有多精彩 所以 Wise哥 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玩慣的就知道 你現在排台是甚麼 我這個 現在是 Project Director 哇 請了一些高層來 不只是說是show off 這次其實也看到桌上有三件 即是來的 一是主打 因為是變七樓 香港叫狂首崛起 下星期開會上映 其實今年我們花了很多工夫 在變人金剛第7集上 現在大家桌上看到這三隻板 是我們上半年嘔心一副 嘔出來的 厲害 嘔它就不差 也不差再說完 接下來我相信最先推出的 就會是冰寶B 接著下一隻出貨的 就會是文哥 出完文哥之後 就真的是奧迪姆 奧迪姆都已經看到一個灰板 有多精細呢 稍後等待一些導師和大家介紹 要講的 我們講了一隻 差不多已經是 都接近完成階段的 奔寶B 先 可以解釋一下 這隻奔寶B 其實就 在下星期電影上映的時候 我們會同步開賣 嘩 開賣即是現貨 開賣 開賣 所以大家看到這隻奔寶B 其實是接近出貨的階段 旁邊的是手板階段 因為下一個階段才會開賣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奔寶B 我有 你有嗎 大家都知道DLX的特點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比較聚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合金再加塞鋼的骨架 德哥可能玩下去也知道 關節是很紮實 很有手感 重點到一句 玩得DLX真的在玩的感覺是非常棒的 你可以喪流 坦白說不會鬆 但它的耐玩程度 絕對不會比任何牌子差 我看見現在的關節都吞得八百九九 嘩 撿蠅也可以 嘩 不是撿蠅那麼簡單 這是人體形狀的 向前烏低身 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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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點點 主要是靠腰和胸的關節 和腰和腰的關節 對 這次有個特別 因為今集的Bumblebee 就是一個雪佛欄的車型 其實這次的造型 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胸口 就是用車頭的造型 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也有做過球型關節 就是模擬電影 車頭也是可以不斷地動 其實這件事挺重要 因為本身擺姿勢 你胸口可以動 是英俊好多 當然 也有些水平轉 有些基本 其實某程度上 你看看本身 就著那條腰 剛才WISE 所有動的時候 裡面的金屬和細節位 全部跟足 也看不到有什麼破綻位 再玩一下手 這個甲可以翻動 就可以用一個很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在玩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句 就著3-0 那些很可怕的 可動關節設計 這個真的沒辦法 這個真的值得一讚 是賣點來 可以移動一下 看看腳 這個側甲也是可以翻起的 是 是 這樣呢 就可以 有很大幅度的 咦 不是老江湖 是少傲江湖 還有前踩 都是一個很大幅度的前踩 基本上都到頂了 咦 總落 剛才說過 我們DLX的賣點 就是關節比較紮實 而且比較重 其實它擺姿勢的時候 都可以很容易 可以擺到那個 這個就是我 我一向最喜歡玩的動作 這次我沒得向大家示範 交給WISE 其實也可以很穩陣地站 好 好 好 玩完基本的 還有還有還有 這個腳 你的基本都已經很不基本 已經很不基本 摺腳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的膝蓋 有一個連動 是很穩陣的 等它摺腳的時候 就會收回 貼回外翼 還有大家留意 這個膝蓋的甲位 你當這個小腿向後咬的時候 你會看到 膝蓋的甲 是動得很漂亮 而且會順著一起去連動 這個真的不可以 說完可動之後 再說回今集的 金毛皮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個就是那個 燈 哦 今集也會有一個 戰鬥形態 戰鬥形態 我先換一換 今集我們會做多一個 轉紅燈 嘩 但我擔心會是一個劇頭 這個車門的造型 你做得很漂亮 就是Bumple B的飛行形態 它有三個形態 第一個就是打開形態 第二個就是 正常衣服 第三個就是這樣拍下來 真的像整隻翼一樣 有三個形態 今集Bumple B的造型 它有四個輪子 四個輪子分別都可以轉 嗯 還有會做一個軟膠的質地 是有一個真實的手感 是 這個很棒 這個很棒 我們的舊化 在車身上 都會做一些勵積的舊化 好了 最後的重點 就是 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Bumple B 是我們 是很辛苦 很辛苦 趕到電影的期間去開賣 所以呢 其實可能大家 看到 桌頭 嘩 有一對炮 其實是我們很近期 才會發現到 這個Trailer 是有一對炮 所以我們 是很辛苦 趕到出來 厲害 是一對炮 那一刻才厲害 可以Zoom上一點 可以Zoom上一點 那 手型呢 其實可以換 換回對炮 聽到格格聲 我感覺真的非常舒服 哈哈 我是喜歡聽這些格格聲 很實 對 它有一個 菜缸的位置 不會怕 雙炮型態 它 有個雙炮型態 那就 還有燈 還有燈 這次炮手 我們做了一個燈效 嗯 嗯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中間 一個 橙色的點 之外 橙色的 中間 叫做炮 其實這次做完 旁邊 是有幾個 細點 其實我們都做了一個燈 是燈的 噢 那我把右邊的燈 立刻表現入電 哈哈 好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 手炮位的側甲 拆了出來 放兩顆 扭型電池 就完成了 都是一般的 換電方法 嗯 那就 做了個雙炮 再燈 擺姿勢這些交給我 或者 既然都已經介紹得狗狗濕濕了 這件我可以放心地玩 因為本身它已經是一個接近大貨 對 的產品 就變成了 我會爽扭的 哈哈 這個就是 我們EOS的SEN 就有 印度 今集的 WISE OF THE BEAST 這個Logo 那麼多人啊 三款都有跟這個地台的 好 到這隻 柯帕文了 就 下個星期就大黃蜂開賣了 那麼 就 接著就是這個 Operman 可能就會 大概在 月底左右 就會接著開賣了 那 暫時這個呢 都是 3D打人板來的 所以 你真的看不出來的 其實你說3D打人板 好坦白說 我真的控制去 你不摸 其實都幾難估計 都是 所以呢 這個就 不讓大家試開這個可動了 那就 轉一圈給大家看 主要想大家留意 它的細節位 它怎樣 這次其實 坦白說 就著 機械人形態的文哥 你睜著眼 就以為 跟上一次的 Operman 是差不多 但是 你留意 所有細節位 其實根本是 一個完全全新的造型 其實它今集的造型 和變略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整個 整個造型 是我們 重新再造的 糟了 糟了 還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今次 這個 這個 這個Operman 是多了很多銀色的部分 啊 是啊 那我們都 著意起 這個 金色的油漆處理 今次我們會 用一些比較 令身的油漆 嗯 質感會比較強 還有我們都比起 上一次 會做多了一些 素銀的處理 本身的素銀 都會在 你留意一下 在這個 紅甲的邊位 就有比較多的素銀處理 所以變成 其實在這個層次感方面 是會將這個 整件Operman 是更加突出的 還有今次的造型 還多了很多 一些 黑鐵位的細節 複雜度 會更多 更多了 是 你會看到 腰部的細節位 都是很仔細 油壓位 本身會看到 一些金色的油壓軸 變成 你拿上手 才會有那種 那麼強勁的感動 其實我們在這個 黑鐵位 都會做了很多 素銀處理 所以其實那個 立體感會更強 立體感會更強 除了銀色之外 本身藍色的地方 亦都有很多 一些素銀 或者類似刮花 刮漆的處理 那 都是那句 坦白 這一方面的 外觀上的處理 對 其實今集 我們有一個 最大的麻點 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 封口透明窗 我們是做了一個 透明裡面 一個 很豐富的細節 好 哦 入電位 暫時還未特別介紹 其實這個 我們也有個 嘩 已經弄了 嘩 嘩 你這個試版 都很不試版 真是 哇 當然這個是試版 其實我可以預告一下 其實 到時出負荷眼燈會 我可以拍心口 是比這個 嗯 這些就夠吉士了 如果之前有追開這個 VZERO的DLX 我相信 這幾隻 如果純粹說到質素 都不用擔心 擔心 唯一擔心的是價錢 多少錢 價錢呢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官網 我可以預告一下 基本上就是那些價錢 嘩 非常好 大家有上次入手 我相信價錢上不會有什麼大出入 有出入的就找回它 工具方面這次文哥也極度豐富 既然開了燈 我可以試換面罩 因為這次是有面罩造型 露嘴造型 就是這個洞 換了一個嘴造型 今集會跟一個 這個就是嘴的嘴 正 配件方面今集會跟一個斧頭 大家耳熟能長的文哥的戰斧 好啊 大家的陣子都看到了 最新陣子反而是大黃蜂握著 最新陣子是 為什麼會握著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套電影 這隻手變形的大炮 對,變形大炮就是大家第一次 第一次的陣子就已經看到一個很經典的幕 是 大家看過陣子都應該會有留意 它那個炮 會有個 這個圈 會有個 光位 對,轉 這個可以賣個關子 你不是玩,要賣轉 之後會有些驚喜給大家 嗯 這個支票收了 到時候要兌現 還有就是跟兩個匕首 是 這個經典 所以今集的配件會比較多 嗯 雖然這個是手板 但是我都可以 試一試一個 比較經典的可動 給大家 就是那個龍蝦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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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都是那句 你跌一番選就可以撿了 大哥 但這個視板也很實 整 它的車輪也是跟這個Bumblebee都一樣 用橡膠去做 各個都可以動 都會有做些泥漬的效果 好,全拍均勻就差不多了 好了,拍攝到這邊 的側巾 真的要靠你介紹一下這個試版的奧迪毛 這個奧迪毛是真正的打印版 暫時給大家看著外觀 很大隻 目測就著奧迪毛的外形 都非常紅毛 可以動一動腳 咬回好位置 慢慢轉個好圈 給大家看看細節位 主要最大的吸引之處 可以看著肩膀和護甲 或大腿的摺紋 我先說摺紋 是處理得非常好 而且在灰板的情況下 奧迪毛的背部 和腰部 和小腿 或大腿 邊的細節位 或機械位 都已經成形了 我覺得接下來要留意的地方 特別是油壓位 因為比較多油壓位 腰也好 手臂也好 大腿也好 都很多很漂亮的油壓位 我相信到其時 用一罐VZERO 金屬的表達方法 都應該會是幾級精的地方 我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板 叫做打印板 其實我們已經是 拆好件的 其實已經是 我們大貨的拆件方式 都七百成 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次奧迪毛 我們都留意到 它的造型 層次感比較豐富 我們在拆件上的處理 都盡量做到層次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外甲 和骨架 都有一些空間 會有一個層次感 反而我覺得最有意思 就是轉到正面再看 這次我相信 第一次除了各狂兩派的標誌外 連野獸派的博派 都有它獨特的標誌 亦都已經很清晰地 在奧迪毛的胸口表達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腰有幾層的甲 在可動上 我們都會做一個連動 我可以預測一下 手也是 手到時彎曲都會有些連動 還有腳的 膝關節 貴公司這方面 沒有令到玩家失望過 大家都看到它的層次感都很強 是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甲 是有些皮紋的 我們這次都會做一個雕刻 會做一個皮紋 大家在那個板上 看到這個黑色位 其實是一個軟膠的位 其實是 奧迪毛的造型 其實是有些毛 我們都會做一個軟膠的處理 這個很過癮 外形上基本上 我相信大家 在WISE轉圈幾個圈 都不用擔心 剩下的反而就是 看回這個 正所謂驚喜 哪些位置會有些技術 在武器方面會有些什麼 令到大家 嘩 一聲 諸如此類 我相信看完這套戲之後 就會知道奧迪毛究竟有些什麼 武器會跟著身 好像看到你有幾搭東西 握在手上 其實這個是一個 手錶 其實也可以示範一下 一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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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個 烈甲的處理 李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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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版是可以玩的 不過 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一點 因為星星有一個經典動作 就是 突心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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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喬手的動作都不用太擔心 但他的背肌真的很吸引 這個背肌這個裂甲的造型 應該是這次奧迪路是第一次 我們DX第一次做 是 嘩 看到幅度也很大 嘩 繼續保持到執藏甲的幅度 今次做了很多折筒 是的 但我要好小心 哈哈 雖然可以扭 但還是3D打人 所以就要小心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裡的尺桶 嘩 厲害 那不差就玩完腳 哈哈 越玩越多東西啊 試板而已 嘩 你會看到膝蓋下面的尺桶油壓位 看 多漂亮啊 你已經豁出去了 哈哈 爛又爛 嘩 還有這個大腿後面的尺桶 都是用真尺桶 沒有真尺桶的 連動方式 前面的膝蓋也有一個 什麼時候出貨 哈哈 我們會爭取盡快出貨 哈哈 我喜歡你這一腳 哈哈 不過這是奧地舞都會接著 Operman 可能都會下個月 上下都會開賣 嗯 大家都最期待就是這個出貨 拿上手玩的時侯 我們這次就盡量貼近電影 盡量預算 就現在來的這三款 到一句了 留意這個3ZERO的官網 就知道什麼時候開訂了 還有大家如果下個星期 看這套電影都會 還有一些應該比較重要的角色 例如是幻影 Mirash 嘩 AXL 監角 正在終極大腿就是天災 天災的設定很帥氣 預告片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都愈來愈期待 我挺期待天災 我們都接著 都會做這兩個角色 Yeah 那都有它了 有玩開DLX的 或者喜歡這個變形金剛的 我相信這三隻就著質素 和外形來講都 令反學見到我的壞樣子 都不用擔心了 哎呀 喂 有好東西 既然下個星期 都上這個變形金剛 好啦 那我們爭取到有兩套 一共四張的票 是送給我們的Toys TV觀眾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你就PM我們Facebook page Facebook啊 Facebook 就說答一個問題 就是今集你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我們會選擇最好的兩位觀眾 就會送個票給他 怎會是最好的 我決定啦 總之 我們都預備了一些海報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可以PM我們 我們可以送這個海報給你 多少張啊 應該有六張 數量有限 有五、六張 我不敢說才行 好啦 就是這樣 下個星期就上了 大家如果喜歡變形金剛的 繼續留意我們玩具TV 我們不斷有更多的 變形金剛產品 可以和大家介紹的 如果大家喜歡變形金剛的話 記得繼續留意 一會兒的玩具TV YES 欠你 再見 再見